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肆无忌惮出入酒店共度春宵 张亚东还把高云园给他写的情书 直接刊登在杂志上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俩有多不要脸 如此大的动静正宫斗影响不知道都难 他难以忍受肮脏的婚姻主动提出离婚 没曾想此举彻底成全高云园 两人离婚当晚 他就跑到张亚东家中 大言不惭 以张太太自居 甚至还在嘎那红毯 高调宣布与张亚东好事将近 但他似乎忘记当三者横背三定律 2005年 张亚东与徐静磊亲密逛街被拍 高云园还没来得及出手解决小四 就被小五嫩魔取颖再次踩在脚下 脸被打肿的高云园 只能和张亚东分手 或许是意识到 身上的小三滤镜越来越重 高云园罕见正儿八经 与于小伟恋爱 为彰显自己回头试案 高云园每次露面 必然带着于小伟秀恩爱 不料好景不长 没多久两人就宣布 以分手告终 但于小伟却愤怒放话 不会再找圈里的女友 席中隐情 想必只有当事人才能得知 就在此时高云园 终于遇到她的真命天子赵又婷 但她也不是省油的灯 出道时就曾在节目中透露 热衷于当小三 两任女朋友 都是一开始人家有男朋友的 但是结果后来还是就因为我分手 然后在一起 你第三者就对了对 如今看来 还真是烂锅配烂改 2012年 两人拍摄搜索十项恋 新到导演喊咖都不带停的 一项热衷于搞活的陈凯歌 在片场就看出苗头 但负负得正的二人 居然成为娱乐圈的神仙眷侣 并且靠着婚礼 还体验到天降横财的滋味 难怪高云园婚后退隐娱乐圈 她如今的亿万身家 早就看不上一部戏的千万片酬 2014年 高云园和赵又婷在台北顶级酒店举行婚礼 古天乐 陈凯歌等大咖 纷纷到场祝贺 光是份子钱就收到6000万之多 出手阔绰的赵又婷 豪至500万包下酒店三个宴会厅 只为将高云园高调娶回家 作为主角高云园 无疑成为当晚焦点 她身上的婚纱 由法国扣衣总监亲自设计 花费足足200小时才制作完成 光婚纱上镶嵌的 100颗湿滑落石旗水晶 就高达20万 最难得的是 该品牌从来不接婚纱定制 高云园成为他们独一无二的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 高云园佩戴的钻石王冠和手镯 出自全球顶尖珠宝品牌 上美巴黎 千万的高价 相当于带着北京一套房 两人在北京的艾潮总价高达2000万 普通人要从明朝开始 不吃不喝 才能攒钱买上一套 室内装潢 更是让人大开眼界 全屋家具采用顶级红木打造 餐厅上方的水晶吊灯和橱柜中的古董瓷器 普通人奋斗一生都不见得能够拥有 但富婆高云园却还能在寸土寸金的地界 专门开辟出衣帽间 用来摆放她的高定服装和琳琅满目的鞋子 不得不说当明星真是好 除此之外 她在台北还有一套7000万的豪宅 建筑风格宛如一座小型城堡 私人庭院 恒温泳池等应有尽有 而高云园在生产时的花销 才堪称撒钱 在医院五天花费11万 紧接着又入住20万一个月的月子中心 屏幕前多少宝妈看的眼都红了 高云园的隐藏身份 正是她能如此挥霍的关键 出道初期 她一部电影就进账600万 一部电视剧的片酬更是高达5000万 而她的野心也不止于此 2010年 高云园开始在全国开办连锁餐厅 紧接着她凭借6000万礼金 与谢霆锋合作创办原样鞋旅品牌 尝到甜头后 她彻底打开资本之路 而后她花费100万投资 花点时间鲜花品牌 利用出色的营销手段 让商品复购率高达70% 仅两年就完成币轮投资估值飙升到20亿 身为股东的高云园 一夜狂赚一亿 紧接着她又豪至1000万 投资上海硬海营业 成为第九大股东 赚得盆满钵满 如今与她有关联的公司高达30多家 每天一睁眼就有钱入账 但有言有钱的她 却始终得不到公共的认可 哪怕漂亮如高云园 也难逃被公婆嫌弃的噩梦 2020年 高云园公共赵树海十分自豪 在线训斥她的场景 你还不知道 大碗放哪小碟子放哪 那你干什么吃的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直呼 见过恶婆婆第一次见恶公共 而赵树海却把自己当成古代的皇上 强迫高云园对她言听计从 我出去她会帮我提行李 最过分的是她居然 用自己找女人的标准 来要求高云园 不止嫌弃高云园不够丰满 还嘲讽道 如果这么瘦 还不如找个男人 身为公共 对儿媳的身材指手画脚 丝毫不懂得避嫌的道理 为让公共能够在媒体面前说些好话 高云园不仅承包所有家务 还每天亲自给公婆做饭 没曾想 公共却嫌弃她只会做茄子 难怪赵又廷如今带着高云园定居北京 怕是99%的原因 都是为逃避父亲 但如果秦潇贤知道 女神被如此欺负 估计早就为她冲锋陷阵 作为德云团宠 秦潇贤深受粉丝喜欢 但她自出道以来 从始至终喜欢的只有高云园一人 为了能让女神看到自己的忠心 秦潇贤不止一次地 在网上喊话高云园 没曾想在综艺最后的赢家发布会上 秦潇贤却先遇到情敌赵又廷 夺妻之仇不共戴天 但赵又廷只用两句话 就让秦潇贤下阵来 老秦啊 听说你喜欢我老婆是吧 能配得上你女神的 也就只有我 身为网红收集狂的王思聪 也对高云园赞不绝口 甚至参加选秀节目 都把她当作参考答案 像高云园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亲和力的女神 大家不管是男女老少 都会喜欢那种女孩子 在我们这个女神节目上 我是往那个方向去选的 在王菲和张柏芝之间 流连忘返的谢霆锋 也曾未看高云园接下滥洗 也是为什么我接拍整个电影的原因 只有一个就是高云园 花痴程度 与徐海乔见到刘亦菲不相上下 被众多男神捧上神坛的高云园 仅凭美貌就可以在娱乐圈横着走 自从2016年 高云园参加虎扑女神大赛 连续四年都是第二名 到2020年终于问鼎冠军 但是屏幕面前的直男们 却悲痛欲绝 原来因为赛制规定 历届冠军以后都不能参赛 之前的千年老二 也是直男们费尽心思 故意为之 就是为一具流水的冠军 铁打的圆园 伤心欲绝的直男们 甚至因为高云园 不能参赛打算放弃虎扑 吓得虎扑官方 立马为高云园量身定制 景气是好 世界女神千千万 下界没你怎么办 如此大的阵仗 估计全娱乐圈都找不出第二个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更精彩